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追她 是觉得她很会照顾人 不像其他小女生那样 做天做地 可一不留神 我们就谈了三年 这三年里 平心而论她对我很好 每次都是我先生气 然后她来哄我 她很少有生气的时候 但只要我撒撒娇 叫她一声姐姐 她立马就喜笑颜开了 周耀没有一点小女人的样子 总是那么理智 那么雷厉风行 跟她在一起 我体会不到丝毫被需要的感觉 奔跑在校园里那些青春名媚的可爱女孩 明明这才应该是我另一半的样子 突然就很后悔 把这三年青春给了她 放学之后 回到我们的出租小屋 周耀已经先回来了 她准备了一桌子饭菜 只要周耀不加班 她都会准备晚饭 今天是红烧肉 鱼香茄子 糖醋排骨 每一样都是我以前爱吃的 可现在我不想吃了 我吃腻了 就像我腻了她一样 周耀让我先吃饭 她将早上出门时放在洗衣机里的衣服拿出 去阳台晾晒 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身影 我又有些不忍心提分手了 周耀手里那件T恤是前几天才给我买的 不止那一件 她晾好的那一排都是之前送我的 她总是这样 看见适合我的衣服都会买回来送我 她也会经常给我零花钱 一给就是几千 我没处话 因为吃的穿的她都包揽了 周耀的工作能力很强 我是学生会宣传部的 学校举办活动如果需要用到酷炫换灯片 我会请她帮我做 她通常花十来分钟就能做出一套十分漂亮的文档 周耀也经常鼓励我去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 上次的英语演讲比赛就是她帮我撰写的文稿 每天晚上帮我纠正发音 我因此才得了第一名 客观来讲 她真的很优秀 可我不爱她了 和她亲近 我感觉不到激情澎湃的爱 我们的关系找不到词来定义 不是朋友 因为我有无话不谈 情同手足的兄弟 更不是亲人 不管周耀和我再怎么亲密 也亲不过我的至亲 周耀笑盈盈地问我 过几天就是在一起三周年纪念日 想要什么礼物 她非常漂亮 平时也完全看不出来三十了 可现在这样一笑 眼尾的细文还是被我捕捉到了 我瞬间觉得很烦躁 我不知道 没什么想要的 哦 是吗 她从包包里掏出一个盒子 前几天不知道是谁说 想换苹果新款的手机 周耀拿出手机 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语气像在哄小孩子 我眼前一亮 刚要接过手机 她的电话突然响了 喂 妈 周耀妈妈的声音巨大 她没开免提我都能听见 于家那小子真不错 都来找过你几次了 你明天回来见见她 周耀听闻看着我 我赶紧低下头 只听见她对她妈说 我不是说过 我有男朋友的吗 那你怎么还不结婚 是不是人家不愿意呀 你都是三十的老姑娘了 不成家你想干嘛呀 周耀妈妈的声音突然提高 颇有村头老太太吵架那架势 我自己的是我会处理的 您就别管了 周耀皱着眉头 把电话挂掉了 随即嘴角扯出一丝笑容 将刚才没来得及 给我的手机 重新递给我 我没接 她母亲的这道催婚电话 好像成了我逃离道德 谴责的救命稻草 让我分手的意志 变得无比的坚定 她已经被催婚几年了 可我还没想过结婚 甚至都不到法定婚龄 我们分手吧 我莫名其妙有些心虚 不敢看她的眼睛 值得盯着地面 周耀停顿了几秒 才开始说话 声音带着一丝疑惑 你刚刚说什么 我想 我必须要面对的 逃避没有用 不如一次性说清楚好了 我说 我要分手 我不爱你了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要跟你结婚 你可以认为我是渣男 但是我就是不爱你了 我鼓起勇气看着她 一口气把滋生了 好长时间的想法 全说出来 她就那样盯着我 手还保持着 递东西给我的姿势 我心虚的感觉又浮上来了 灵灵她没做错什么 但她年纪也不小了 分手这种事 总承受的住把 不至于要死要活 周耀打量我半赏 最终什么话也没有说 只是很平静地点了点头 我去收拾行李 既然分手了 再住别人租的屋子 也不合适 我陶冶似的回到房间 脑子有点乱 但更多的是 终于说出口的轻松 我已经开始期待以后一个人 或者谈个适离女朋友的生活了 可真正收拾起来才发现 我根本没有什么必须带走的 在这个小屋里的一切 无疑不是周耀给我买的 大到我打游戏的电脑 小到抽屉里的袜子 尴尬地从房间走出来 想跟周耀说再见 可她还保持着刚才的坐姿 双手抹扎着手里的手机盒 我摇了摇头 把那一丝异样感抛之脑后 说了句我走了 然后飞快地溜出了出租屋 回到了许久没回的宿舍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就像终于烤完了期末烤一样 我请室友们胡吃海塞了一顿 因为太久没回寝室 总得跟他们搞好关系 到了晚上才发现 我根本没有换洗衣物和生活用品 于是又去超市逛了一圈 货架上摆放着眼熟的沐浴露 周耀说他很喜欢这个牌子的味道 所以我一直都用的这款 刚准备拿下来 一看价格 150多一瓶 怎么会这么贵啊 洗发水也贵 我之前用的同款电动牙刷 牙膏 毛巾等等 全部都那么贵 我突然感到一丝挫败 不过没关系 任用品而已 买其他评价的就好了 你买这么贵的沐浴露啊 室友朝我竖起大拇指 不过也是 看你之前的穿着 你家应该挺有钱的吧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些东西也算贵 比起之前周耀给我用的 已经像了好几个档次了 这还贵呀 那你们平时用的什么呀 我们啊 全寝室就一块香皂 洗脸洗头洗澡一起用 不过人多用的快 一周就得买一块新的 我惊掉下巴 这群家伙也太粗糙了吧 晚上回寝室之后 市长说 哎 林慈 我借一下你的沐浴露和洗发水呗 我点点头 室友之间借点东西 再正常不过了 我待会儿也用一用呗 我也要用 我也要用 我明白了 我就不该买那些东西 林晨宿舍里还灯火通明 几个哥们还在打游戏 看那样子 一时半会儿还睡不了 你们不睡的吗 睡什么睡 夜生活才刚开始 室友A随口 回了一句 妈的 敢以你留爷爷 劳资玩死你 室友B键盘敲的噼里啪啦 嘴里骂着脏话 宝贝 我这周末就过去找你 亲亲我的宝贝室友C 在跟女朋友包电话周 我的妈呀 我真的睡不着啊 床板又硬 灯光又亮 室友又吵 突然有点想念出租屋的 大软床周样 现在在干嘛呀 我摸到手机 打开微信 并没有收到来自周样的信息 已经过去六个小时了 跟她谈恋爱以来 从没有这么久不联系过 我们睡觉之前 总会互道晚安 就算她出差 也会在临睡前 给我发晚安 最后一条对话 还停留在下午五点过 她问我今晚想吃什么菜 而我没回 我摇摇头 想这些做什么呢 我现在是自由置身了 明天就要去嗨个够 我殷切地期待着明天的到来 第二天 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起来了 这群仙人昨晚上好不容易入睡了 结果呼噜一个比一个响 天快亮了 我才睡着 打开手机一看 妈呀十点了 第二节课都快下了 怎么没人叫醒我 我左右张望 才发现室友们都没起床 挨个将他们叫醒 却挨了一顿骂 叫什么叫 让不让爷爷我睡觉了 我们上课已经迟到了 上什么课 该死的早饭 你什么时候在早饭的课堂上面见过我们 可我不能被扣分 我是撒好学生啊 要领奖学金的 以前都是周样到点的叫我起床 我才养成了不设闹钟的习惯 如今只好默默打开手机 设上了闹钟 可是第二天没有早饭的课 手机七点半就响了 我要气疯了 拖这群室友的福 我又是五点了才睡着 手机响了之后 我就再也睡不着了 躺在床上 想回出租屋 周样还是没有给我发消息 我拿出手机 看着聊天记录 白色的对话框 比绿色的多很多 大多时候都是周样在说 周样常常问我想吃什么 周末想去哪玩 或者分享自己工作上的事 我要么回个随便 要么回个恩 要么直接不回 又网上翻了翻 翻到了半年前 这半年的聊天记录 几乎全是周样在说 我回的信息寥寥无几 心里突然感到一丝愧疚 想到那天 周样对我提出分手的事 反应那么平静 她是不是早就预料到了 心里浮上一丝一样的情绪 我烦躁地摇了摇头 起床穿衣 学生会来了一位学妹 看上去软萌可爱 我们总是偶遇 她也经常找我帮忙 跟她在一起 心情都变好了 那天学妹约我去吃烤肉 跟我告白了 我很惊讶 但还是欣喜的 这两天总是想起周样 应该是习惯了她的存在 如果有新人住进心里来 应该就不会再想起她了吧 于是我答应了学妹 谈上了期待已久的 校园恋爱 学妹是我的理想型 方方面面都好 但心里总觉得 缺失了什么东西 可缺了什么我自己也说不上来 学妹很依赖我 试试要找我帮忙 帮忙搬东西 帮忙填资料 帮忙做PPT 我想做之前你展示过的那款帅气的PPT 学妹一脸崇拜地看着我说 我无法告诉她 那不是我做的 而是我的前里有做的 可学妹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拒绝的话又说不出口 只好告诉她 今晚回去帮她做 明天再给她 回寝室将当初的PPT找出来 到处查视频教学 再分解PPT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学着做 已经凌晨三点了 我还在做PPT 但明天还要上早吧 可是一想到学妹那双崇拜的眼睛 我强达起精神继续拆分 周样到底是如何做到 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将PPT做到这么好的 而且她根本就不会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跟她在一起提要求的一直是我 周样她现在在干什么呢 都快两周了 周样还是没有给我发消息 灵灵她之前那么爱我的 怎么忍得住不给我发消息呢 我神差鬼使地打开周样的朋友圈 看见她最近发的动态 就在十几分钟前 地址竟然显示在国外 她这一周都在国外吗 应该工作很忙吧 又出差去了 所以没有给我发消息 也行 我能理解 第二天将做好的文档给到学妹 她看完之后瞬间不开心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跟上次那个根本没法比 你是不是敷衍我呢 学妹很严肃 皱着眉头质问我 我有苦说不出 我昨晚为了做这个PPT熬夜到五点 她竟然说我敷衍她 我没敷衍 那怎么做成这样啊 我还要拿这个去参加比赛的 我扭头就走 一方面受不了她的质问 这明明是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PPT 她什么都没做 怎么能做到那么理直气壮的质问我呢 另一方面 听到别人夸周样十几分钟做出来的PPT 却将我熬通宵的成果贬得一文不值 我感到有些许挫败 为什么周样事事都能做得很好 我发现自从和学妹谈恋爱以来 想周样的次数没减少 反而变多了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再次打开跟周样的对话框 看着她热脸贴冷屁股的对话 心里越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 正想着学妹一个电话打过来 让我措手不及 她说林慈 你怎么都不给我发消息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在意我 那这样的话分手好了 然后嘟的一声挂了电话 突然被数落一通 我闭上眼睛捏着手机的手瞬间钻紧 小姑娘怎么能如此做 周样就从来不会这样 冷静下来之后又觉得 学妹毕竟年纪小 做点也正常 她才是我应该谈的对象啊 分手 不可能分手的 这可是我心心念念的校园恋爱啊 而且我一定要趁机忘了周样 于是乎我发了信息给学妹 求她原谅 那边也很快就回了消息 说要看她我的诚意 看我有什么表示 再决定要不要原谅我 于是我屁颠屁颠的 跑到学妹的宿舍楼下 将她叫下来 当面求她原谅 可她说了两句话 又上楼去了 将我一人留在原地 我叹了一口气 忍住脾气 回到寝室 向室友求助 哄女孩子都不会 你跟你前女友不是谈过三年吗 我说我没哄过她 啊 你们三年都没有闹过矛盾 当然闹过 但都是她主动和好的 我回想这三年跟周样的相处 确实都是这样啊 所以脱口而出 室友摇摇头 叹了口气 那你们最后怎么分手的 我说是我提的 我好像不喜欢她了 她长得不好看 还是性格不好 她没什么不好 甚至可以说完美 只是我腻了而已 你不买点小礼物 哄哄你的小女朋友 她怕是要跟你闹了 室友补了一句 我心下了然 给学妹发了消息 问她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 她说没有 然后就不回了 第二天 学妹给我发了几张项链的图 问我哪条项链好看 我选了一条自认为最好看的 发了过去 说这条好看 然后她发了一张 她觉得好看的图片之后 又不说话了 哎呀 你那三年的恋爱经验 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是在暗示你给她买呢 我恍然大悟 于是立即下单了 她发过来的那条项链 这个牌子还挺贵 五位数 但这三年吃喝拉撒 全是周阳桃药包 她给我的零花钱 我也都存起来了 总共六位数 这条项链还是买得起的 果然 学妹理我了 她约我周末去玩 周末我们去了市中心 在一家咖啡厅面前 停住了脚步 这是周阳最爱来的一家咖啡厅 曾经我们每次购物完之后 都会来这里做作 我神差鬼使地拽着学妹 来到了咖啡厅能口 下意识地四处张望 果然在角落看见了周阳 看到她的那一瞬间 心脏陡然剧烈跳动 甚至手都有些发抖 我就知道 她一定会在这里的 周阳照常点了一杯拿铁 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 敲着笔记本 这是我见过无数次的画面 可再一次见到 我竟然感到十分满足 那种久违的安心的感觉 顿时涌上心头 周阳微微抬起了头 我心下一惊 赶紧一开视线 将学妹拉到一旁 学妹有些疑惑 问我 林慈 我们在这里站着好奇怪 不进去吗 我还是第一次来这家 她的言语间 透露出止不住的笑意 一位衣着不凡的男子 从我们身边经过走了进去 直奔周阳的位置 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周阳扬起笑脸 将笔记本和上 叫来服务员 又点了一杯咖啡 两人看样子相谈甚欢 从丹田处 生上一股莫名的疼痛 直击心脏 心脏猛地抽痛了一下 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心口 那个男人是谁 为什么周阳见到 他会露出那样的笑容 他的新男朋友吗 可我们明明才分手两周啊 这就是一直不联系我的原因 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看见周阳的笑容 只觉得怒火中烧 于是牵起学妹的手 就走了进去 学妹在一旁唧唧唧喳喳 哇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林慈 你以前经常来这儿吗 我无心搭理她 注意力一直放在 不远处的周阳身上 周阳一直在笑 这让我很不爽 她怎么能对着别的男人 笑得如此开心 那个男人对对着我 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于是我故意将咖啡杯撞到在地上 砰的一声 咖啡杯四分五裂 咖啡倾洒而出 啊 小学妹惊呼出声 引得周围的客人 纷纷转过头来看向我们 周阳终于看向了这边 我侧头与她对视 还没想好怎么打招呼 她就已经一开目光了 她怎么是这种反应 看我那一眼 居然就像看着陌生人 那么自然的就一开了目光 不做半点停留 这个杯子不会很贵吧 我们是不是要赔钱啊 学妹在一旁问我 我无法理会她 只是站起来朝着周阳走去 好久不见 我向她打招呼 站在了他们餐桌旁边 打亮着眼前这个 让周阳眼含笑意的男人 脸确实帅 身材高大 眉宇之间带着些许从容 在学校里 我也算是校草级别的选手 常年累月驻扎表白强 可在这个男人面前 我有些莫名的不自信 男人有些疑惑 台眸看了我一眼 又将视线移到了周阳身上 好像在示意他介绍 这是我认识的一位弟弟 周阳语气淡漠地说 弟弟 他竟然说我只是弟弟 我捏紧了拳头 刚想质问他 男人就缓缓开口 竟然是弟弟 坐下一起喝一杯 嗓音清冷凛冽 很有压迫感 我竟然不自觉地 想要服从指令 意识到这一点 自残行贿的情绪将我吞没 我直直盯着周阳 他只是淡定地喝着咖啡 并不说话 林慈 学妹的声音将我思绪拉回 我像是突然梦醒般地 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站在男人和周阳的旁边 两人还在正常谈话 他们将我视为无误 我这是在干什么 怎么会这样丢人 还是在周阳面前 喝什么 男人将单子递给我 我推开大声吼道 不用了 便匆匆走出了咖啡厅 可服务员追上来 说我们那桌还没买单 还有打碎的杯子 需要赔偿 我刚大到站在原地 我到底是在干什么 为什么要赌气进来 为什么要打碎杯子 引起周阳的注意 客人们都朝这边看过来 偶尔交头间 我都觉得是在谈论我 学妹追出来 跟我大发雷霆 林茨你怎么回事 你莫名其妙 你干嘛巴巴跑到别人那桌去 是因为那个女的对吗 我的脸都被你一块丢进了 学妹说完 恨恨地走掉了 我没有挽留 只是最后看了一眼周阳 而后陶也似的跑开了 最近想起周阳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只要一想起她 心脏都抽筒 学妹也好几天都没理我 她连发了三个朋友圈 就是不回我消息 晚上我又跟她发了一条 在干嘛呀 她终于搭理我了 不过又是质问 你真的没有想起 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回想了一下 不是她的生日 也不是情人节 然后一脸猛逼 回到什么日子 是我们在一起 一个月的纪念日 这么重要的日子 你都能忘记 你根本不在乎我 我躺在床上看到消息 气得将手机一摔 一个月的纪念日 我怎么从没听说过 谁还会过一个月的纪念日 我又想起了周阳 周阳就从不要求过那些节日 跟她在一起的三年 我从不需要记任何日子 甚至于她的生日 她的生日 是什么时候来着 我捡起手机 打开很久以前的备忘录 上面记着周阳的生日 是6月20日 今天是7月12日 她今年的生日已经过了呀 心口又轻轻抽痛了一下 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那大概她会带我出去 吃顿好吃的 然后我会拿出我送的礼物 她总会笑着说 不管你送什么 我都很开心 她总是这样宽容 又善解人意 我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 打开和周阳的对话框 对话停留在分手那天下午 她最后发了一句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时间正好是6月20 我提出分手那天 正好是周阳的生日 突然想起 周阳坐在沙发上 妈撒着没有送出去的 新手机壳的画面 心脏抽痛的感觉 越来越距离 好疼好疼啊 无法缓解到最后 我已经难以呼吸了 眼泪也止不住的 从眼眶涌出来 我好想马上见到她 把她拥进怀里 想跟她说一句 对不起我翻身下床 迅速穿好衣服 直奔出租屋 可到了出租屋 我又退缩了 周阳会原谅我吗 想起前两天 她对着别的男人笑 我就更难受了 这么久都不联系我 是不是已经对我失望了 可是她以前 那么喜欢我的呀 只要好好认个错 是不是就可以求得她原谅 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 在周阳面前 我所谓的自尊 有多么廉价 只要她愿意原谅我 无论让我做什么 都甘之如意 我怀着忐忑的心 敲响了门 咚咚咚咚咚咚咚 门缓缓打开 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可开门的是位阿姨 你好 我找周阳 周阳 你找错了 我们这里没这个人 我又看了看门牌号 是602没错呀 周阳不在这里 难道搬走了 我能进屋看看吗 阿姨一脸奇怪地看着我 你要看就看吧 我踏进屋 虽然房屋结构没有变 可家具摆设已经大变样了 我熟悉的那些摆设 统统不见了 没有我熟悉的沙发 餐桌 绿植 窗帘 全部都不一样了 这陌生的地方 我只想逃离 最后慌慌张张 逃出了这个出租屋 周阳真的走了 无声无息地走了 将我留在了这里 一想到这种可能性 我就快要站不稳了 当初追周阳的时候 我费了好大的劲 那时候我刚上大学 做兼职时被人欺负 周阳帮我解了位 恰好他又是那家公司的管理层 听说我们做兼职一百块钱一天 他皱着眉质问了将我们招进来的人 才知道他本来是要给大学生们一天一百五十的 被那位招人的扣五十 后来周阳就直接带我做事了 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周阳的公司做兼职 一来二去我们就熟络了起来 周阳很漂亮 人也很能干 我们一起做兼职的另一个男生 私下偷偷跟我说过 势必要将他拿下 这样他不但有了女朋友 还不愁钱花 可我知道那男生私生活十分混乱 我不想让那么好的周阳被他糟蹋 其实我自己也对他有益 如果不是那男生提出来 我都不敢正视自己的想法 后来公司不招兼职了 但周阳却把我留了下来 我们慢慢会聊工作之外的东西 中午我也开始邀他一起吃饭 跟他接触久了才发现 周阳虽然灵比我大几岁 却单纯的可怕 他永远不知道自己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我笑 露出一对小小的梨窝 对我有多致命 也不会知道自己不经意间 将手从我面前划过 散发的清香多好闻 更不会知道 我们偶尔的肢体碰触 可以直接让我拱着身体一下午 自从正视了我男龌龊不堪的想法后 我不再藏着掖着 我决定追周阳 那段时间 我小心翼翼地跟他相处 生怕他对我有不好的印象 每次发个消息都要斟酌半天 最终我告白了 周阳说我们年龄差距很大 他需要考虑几天再回复我 那几天我简直如坐针毡 课都听不进去 期限越来越近 他一直不回我消息 我像是囚犯在等待着宣判 毕竟如果他对我有意义 怎么能忍住这么久不回我消息 已经是他答应考虑的最后一天晚上了 我转转反侧 终于忍不住给他发了消息 然后将手机扣在胸口 等待着对方的答复 手机呜呜震动了两下 我心跳快得比手机震动的动静都大 拿起手机 睁开一只眼 晃了一眼屏幕 我愿意 周阳回了一句 我顿时高兴地从床上跳了起来 我们过了一段如胶似漆的日子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开始忽视他了呢 大约是听到学妹们称赞我方案做得好 英语演讲表现得好的时候 或者是常驻学校表白强的时候 可是我现在才知道 这些都是周阳帮我的结果 如果不是他鼓励我去学生会 不是他给我的方案之招 不是他陪着我一遍遍地练习口语 也不会有今天大方一彩的我 我真的很想念周阳 想到流泪 好想再见他一面 我终于鼓起勇气 拨通了一个月不曾联系过的号码 已经九点了 周阳睡了吗 他会接我的电话吗 他会生气地挂掉吗 喂 对方接了 再一次听到周阳熟悉温柔的声音 我止不住地泪流满面 请问哪位 姐姐 我强撑着没哭出声 可哽咽着也说不出什么话 林慈 周阳似乎确认了一下 换出了我的名字 是我 姐姐 你在哪里 我错了 我好想你 我还是哭出了声 抽咽着跟他诉说我对他的思念 跟他认错 那边久久没回话 我迫不及待地说 姐姐我来找你好不好 我知道错了不必了 我不方便周阳淡漠的话音刚落 就听到那边传来一道清冷的男生 谁啊 这个声音好熟悉 是那天在咖啡厅见过的那男人 他们这么晚了 还在一起吗 他们今晚会睡在一起吗 想到这里 我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哭喊出声 姐姐 我错了 你别这样 你别不要我来找你好不好 我们和好好不好 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你打我骂我都行 不要这样对我 周阳 电话嘟的一声挂了 我急急忙忙又打过去 响铃两声之后 又被挂掉了 反反复复地打 最后只听见一道机械的女生 你好 你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我站起来 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 醒来的时候 正在市中心的咖啡厅门口 是服务员把我唤醒的 先生 您需要帮助吗 我从地上爬起来 朝里面张望 没有周阳 那我就去他公司等 总会等到他的 我脱溜进车库 找了半天 总算找到了周阳的车 我蹲在一旁 等着他下班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闻了闻身上的味道 有点熏 周阳他很爱干净的 我在附近找了家宾馆 洗漱干净 又去花店买了一束花 准备等周阳上车时 从旁边出来 给他一个惊喜 周阳从电梯出来了 可是我笑不出来 跟周阳一起从电梯出来的 还有那天那个男人 男人牵着他的手 两人有说有笑 周阳 我叫住他 男人的神色有些不耐 他打量我一眼 看向周阳 这是弟弟 似乎再要一个解释 周阳看了我一眼 随即转头笑着对他说 待会儿跟你解释 我们走吧 你不能走 我下意识地拦住周阳 看见他的脸又瞬间软了心 姐姐 给我一个机会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周阳朝着男人看去 男人有些不耐烦地进了车里 等男人一走 我又止不住泪水 将玫瑰花往他手里一塞 姐姐 你别不要我 我知道错了 我想去拉他的手 可他躲开来 我伸出去的手 值得缩回来 紧紧攥着衣角 你打我骂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别不要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好想你 这才分开一个月 我就受不了了 是我不知道珍惜 我是渣男 我求求你 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说回当时说过的那些混账话 等我满了法定年龄 我们就结婚 好吗 我一股脑 说出我的内心想法 只想把心事全部说给周阳听 想让他原谅我 然后轻言细语安慰我 哄我 可周阳听闻 只是轻声笑了笑 露出两个好看的小梨窝 他的语气像羽毛一样轻飘飘的 可说出的话 却重重砸在我心底 我可不想犯重婚罪 神什么 我愣在原地 努力思索着这句话的含义 那位是我老公 我们上周刚领了证 再见弟弟 我回去晚了 他该生气了 周阳将玫瑰花重新塞回我手里 含着笑静止 走向了他的车 他 他一定是骗我的 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结婚了呢 他不是那样随便的人 明明以前对我那么好 明明那么喜欢我 他亲口说过的 他说 我最喜欢林词了 他明明亲口说过的呀 我不相信周阳突然就对我没感情了 只要我好好认错 他是不是就能回来 我开始不去上课 每天徘徊在周阳的公司附近 等他一出来 我就识都好自己 挤出笑容 朝他走去 再甜甜地喊一声姐姐 他以前最吃这一套了 可是这招 怎么就突然不管用了呢 我每次见到 他都莫名想哭 想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一开口就抽气 可即便是这样 周阳仍然一个眼神都不舍得分给我 我终于跪倒在他面前 嚎啕大哭地求他原谅我 姐姐你原谅我吧 只要你原谅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突然身上被人狠狠踹了一脚 是周阳身边的那个男人 他攥着拳头冲过来 提起我的衣领 咬牙切齿地威胁我 你要是再纠缠他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说完狠狠将我摔在地上 我趴在地上 看着他搂着周阳的腰远去 周阳娇沉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 你跟他计较做什么 我痛得好像五脏六腑都要碎了 却忍不及心里的疼痛 望着远去的那抹窈窕身姿 咬紧牙关 想换周阳的名字 出生却是一声痛苦地 嘶吼我整日买醉 学妹给我发消息打电话 我骂了回去 这女人真是烦死了 一点不如周阳好 可是那么好的周阳 却不会给我发消息打电话 我现在才意识到 周阳于我 就像空气一般 我已经习惯了她的存在 习惯到平时根本意识不到 只要一离开她 就会窒息 可是明白的实在太晚了 我终日活在悔恨之中 无比憎恨自己 那天怎么能说出那样的话 那天还是周阳的生日啊 每天都在祈祷 能够回到6月20号那天下午 多希望现在的处境 只是一场梦 梦醒以后还在出租屋 而抬头就能看到 在角落办公的周阳 辅导员联系过我 这么多天不去上课 可柯老师对我都很不满意 再不去的话 亲过就算扛满分 也得挂科了 挂就挂呗 反正我今天在学校的风云地位 都是周阳给予我的 挂科正好 我不再是那些意气风发的学霸校草了 也回不去了 我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 也不知道我多久没回学校了 只记得我酒精中毒 被送往医院三次 护士问我给谁拨电话 我说拨给周阳 可那边总是说在通话中 我发微信给周阳说我快死了 周阳仍然没有回 就如当初我们的对话框全是白色一样 现在的对话框全是一片绿色 我发了好多小作文 彤彤没得到回应 要不是他的朋友圈还在更新 我都以为他换号了 跟周阳提分手时 我曾想过 他年纪那么大了 分手这种事总能承受得住吧 可没想到那时候期望他能承受的事 我却承受不住了 我已经不记得这是失眠的第几个晚上 这些天宿舍和周阳公司附近的宾馆 都住了个遍 总是睡不着 我开始害怕夜晚的来临 一到晚上那种思念无处倾泻 和孤单寂寞的感觉 如洪水般袭来 能将我淹没 我也开始吃安眠药 起初只是为了逃避黑夜而吃的 可吃了安眠药之后 经常睡个昏天黑地 在梦里我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 我经常梦到 曾经跟周阳如胶似漆的日子 还有热恋过后的平静生活 可是半夜醒来之后 是更无边的寂寞 只要睡着就好了 一直睡着就不痛苦了 于是我加大了药量 整日浑浑饿 吃了睡睡了吃 终于有一天从医院醒来 听说是打扫房间的阿姨 发现了昏倒在地的我 及时打120 将我从鬼门关抢了回来 上厕所时 无意间披荐镜子里那个人 暗黄 薛寿 眼眶深陷 整个人没有一丝生气 好像被吸干了精力的干湿 更加怨恨我自己 我这样的人 凭什么奢望得到那么好的周阳的爱 我应该受到惩罚 我将自己厌倦的女友提出分手 却转身勾搭上学妹的故事 发到了表白强 并特意嘱咐 不用打马 让他们骂我吧 他们骂得越恶毒 我才感觉自己在赎罪 表白强的消息爆了 一时之间 好像全校都在讨伐我 那些曾经在表白墙上 向我告白过的女生 全都出来划清界限 还有很多人用坦白说匿名骂我 一夜之间 我成了过街老鼠 辅导员给我发了消息 说我长期逃学 多次劝解不改 现在还闹出这种事情 被学校退了学籍 至此我什么都没了 我好像不太在乎了 整日游走在大街上 只是远远观望着周扬的公司 还有那家他最爱去的咖啡厅 周扬真的举行婚礼了 在全市最繁华的酒店 那天我将身上所有的钱 都拿出来 购置了一套西服 把自己识多的干干净净 站在酒店门外 仔细听着里面的动静 新郎 你愿意娶新娘周扬 无论贫穷富贵 还是生老病死 都永远爱她 不离不弃吗 我笑着小声回答 我愿意 新娘 你愿意嫁给新郎 无论贫穷富贵 还是生老病死 都永远爱她 不离不弃吗 我愿意 周扬的声音响起 温柔如水 我掉下了眼泪 终于失去了所有的可能 我扯动着僵硬的嘴角 转身缓缓离去 愿姐姐余生都能幸福 永远不要再遇见我了 番外周扬新来的一批兼职生理 有个长得很是清秀的男孩 听说才18岁 18岁呀 正值青春年华 他的眼睛还很澄澈 是个干净的孩子 看着他被欺负时 委屈巴巴的小模样 我动了心思 去给他解了围 然后故意告诉他 我招的兼职是150一天的 让他以后直接来我这里做事 干活的时候 我总是若有肆无地撩拨他 万种风情的成熟女性的撩拨 我不信一个小男孩能抵抗得住 果然他渐渐迷失了 虽然他很笨拙地掩饰着 但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也发现了 另一个男孩 总是对我表现得很主动 可他的话语 行为无疑不再透露着 他是个老手 我对他不感兴趣 我干脆停止了兼职的招聘 只留了林茨一个人 慢慢地我发现 他开始对我的撩拨做出反应 比如我笑着看向他时 他失神的小模样 碰到我的手时 惊慌失措的动作 以及红了的耳朵 有时候我站在他身后 我们身体不小心地触碰 就能让他攻着身体 怕身体的反应出卖了自己 哈 真是年轻气盛 我喜欢撩拨小男孩 看他们情不自禁 惊慌失措的样子 即便他不愿意跟我 我也享受于此 我早已过了小路乱撞的年纪 那些会等着心上人的信息 小心翼翼的行为我不会做 对于林茨 只是一时兴起 不见面的日子 我有更好的方式消磨时光 有一天 林茨跟我告白了 我笑了出来 不是因为我也爱他 而是因为这场游戏我赢了 我跟他说 等我考虑几天 毕竟马上就答应 他怎么会珍惜呢 我想调动他不安 期待 失落 失而复得 等等各种情绪 最后 他果然还是安娜不住来问我了 我回了一句 我愿意 回这句话的时候 我好像正在哪家酒吧享乐吧 忘了 在一起后 林茨像矛头小子 一心扑在我身上 黏人的不行 甜言蜜语 红几句转点零花钱 让助理买点东西寄给他 他都感动得不知几何 真是纯情的小孩子啊 有一天他告诉我 想跟我住一起 只不过他以为 我们住到一起之后 关系会更进一步 实则不然 我们的关系肯定会快速完蛋 我在他学校旁边租了一个公寓 让助理将我的东西搬过来 再给林茨添置点东西 林茨感动得要死 抱着我直落泪 同居后的生活也还行 自己做的菜又健康 我想那就提前 适应一下婚后生活吧 别误会 我可不想结婚 我有钱有言 干嘛要造个牢笼 将自己关起来 但我也会结婚 我的公司近两年状况不好了 需要支援 于家家资雄厚 而且于家小子追了我几年 是个不错的选择 只不过一纸婚约而已 有了于家这个庞大家族的支持 我不会失去什么 反而得到的更多 何乐而不为呢 情情爱爱不堪一击 永久的利益关系才最稳固 不久我就发现 林茨冷淡了 我想这段关系快要结束了 但无所谓 享受当下就好 我给她钱 她给我人 各取所需 我用最便捷的方式 换得她的情感和身体 还不如包养一个花的钱多 而且还比外面那些人都干净 但林茨年龄逐渐大了 眼睛里盛满了欲望 一点也不成澈了 我不喜欢 我从没说过爱 只是说喜欢 我确实最喜欢林茨 是这几年里最喜欢最满意的一个 她提出分手的时候 我毫不意外 妈撒着这部新手机 看看是送给哪个弟弟好 还是说奖励给员工吧 林茨走了 我联系搬家公司 将她的东西打包 挂在某二手平台卖了 不知道和林茨分开的第几天 在咖啡厅看见了她 她好像交了个小女朋友 她有些恼怒地走过来 一直死死盯着于年 看她那样子是不甘心 这下麻烦了 看来她对我还是有真感情在的 我跟于年领证了 她高兴坏了 晚上压着我不老实 一直问我爱不爱她 喜不喜欢她 那模样很是不安 我只得回答爱你 喜欢你 毕竟她的身份不一样了 她是我名正言顺的老公 哄哄吧 至于她对我的感情 能持续多久呢 再说吧 想必那是公司已经渡过难关 就算离婚了 也没什么的 快到关键的一步了 接到林茨的电话 我还以为是客户就接了起来 那边一直在哭在道歉 果真是麻烦 我挂了电话 哄着余年继续 她兴致全无 在那生气呢 在公司停车场 又遇见了林茨 说要跟我结婚 差点没笑死我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况且就算不迟来 也并不值钱 我干脆断了她的念想 摇摇手上的戒指 说 我已经结婚了 可她死缠烂打 实在让我厌烦 我也不想再维持 我那所谓温柔的人设了 余年将她揍了一顿 我说 你跟她计较做什么 故意将音调拖得又高又长 让她听见 让她死心 果然背后传来一声淒厉的嘶吼 倒是将我吓了一跳 真是又狼狈又难缠 不过跟我没关系 我得赶紧回家了 回去好好轰轰在一旁 生闷气的某人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